政府上個星期還認為全民檢測期間 禁足的做法不太可行 但時隔不足一個星期 當局又改口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星期一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 並沒有完全排除實施禁足令 強調檢測要發揮最好效用 一定要減低人員流動 他認為疫情未見頂 從公共衛生角度 愈快完成全民檢測愈好 會設法壓縮檢測時間 期間一定會顧及行動不便的人士 包括為在安奧院長期臥床的長者 上門進行核酸檢測 至於會不會考慮全面停市停工 他說每天都有研判 人流要減少去到什麼程度 重申希望市民一人走一步 如非必要切勿外出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 醫生歐家榮說 希望沒有確診人士 在幾次的全民檢測期間 如果沒有特別需要 就不要離開居所 但相信有人可以獲得豁免 如果一段時間裏面 一定是可能有些家庭有些需要 譬如要購買食物 或者是需要看醫生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可能都要除外 我相信到時政府在這方面 一定會有安排和有些豁免 另外有些人需要維持社會的運作 譬如一些警察 一些參與抗疫的人員 參與行動的人員 醫護人員等等 這些人我相信到時會獲得豁免 有學者批評政府 對於是否禁足的口徑不一 認為沒有全盤考慮就不要說 會令市民無所適從 公司的營運者也難以為未來打算 建議政府研究清楚後 才一次過發放消息 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說 現在疫情未見頂 政府應該急事急辦 腸痛不如短痛 他說如果封城時間維持太久 會對商界帶來嚴重影響 但在中央的支持下 可以壓縮強檢時間 而禁足期間 應該維持必須界別運作 如銀行業等 他相信如果事前充分 與持份者溝通了解 對業界的影響不會太大 有專家就認為 本港現在並不合適實施全民強檢 因為現在未有足夠設施隔離確診者 強退全民檢測反而浪費時間和精力 如果禁足 會令嚴重病人難以得到支援 亦無法接種疫苗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活躁 活躍 出發 п